日前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发起的生命绿洲项目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呼吁全社会高度重视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对健康的影响 鼓励和倡导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 援助和救助贫困患者 此次生命绿洲公益基金将与部分地方政府先期启动四个患者援助项目 为强制性脊柱炎 肋风湿关节炎 慢性乙肝和慢性饼肝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以使更多的患者受益 北京台报道